電一下親個兵 順便壓制一下雙方的狀態 但這條的小龍才剛講完 守龍率非常高的CFO 現在好像要直接拿下了 吃掉之後 敏在側面好像想要來打團戰 CFO趕緊往左還是往右 在這裡想要來一開小虎 小虎先開錯自己的擁動粉底 但後卻是敏的一個進場 這邊把小虎給推人手殺 坐在了CFO的手中 順開始連續的輸出 不過卡拉斯這個時候作戰力也是非常的猛 最後的話威爾哥換掉了一個KORALA 接著的話是木乃伊的繃帶 綁在了MISSION的身上讓RNG是拿下了這波節奏 而且亞飛利又是獲了一個WQ 在綁是綁到了孫的身上 孫他是有閃現的趕緊交了招牌之技能往後跑 但後續來看一下威爾哥的晉級 打不清還暈到 林直接把孫給夾回到了自己的身旁 最後是RNG拿了一個4-1開局 其實KORALA第一時間的這個三棒小虎 已經玩得非常非常好 這種推線功能教的時候 他給的變性壓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這邊有大家覺得這個REST會有點難活 而且這邊只要死掉的話 永動粉地定住 W技能一連串CE圈REST完全跑不掉 預示者放下來 BRIST跟凱倫的差距會越來越開 相當大的優勢 中路MISSION 被小虎跑了這幾波有點傷 趕緊從他身上看能不能夠淘一點東西回來 定一下 這個不放預示者判斷我覺得是完全正確的 那也是很多的PCS的隊伍 閃現混沌風暴想要單殺猜一下 但小虎有驚人 死亡勝線有沒有機會 這邊準備要來單打小虎MISSION WOW SOLO kill 然後後面的話是威 過來想要幫忙 但直接被木乃伊的封道給狂盜 但這時候GARA過來一個月影狀胞是定住的東山 東山現在已經是沒有閃現了 結果是被GARA給收下的人頭 GARA交了一個閃現之後完成了這個擊殺 閃現定強但進化秒減 最後這一波的話再敲了一個 守護者裁決 這邊稍微有點急著把自己的技能來施放 這個懷錶也是一個死亡懷錶 不過對方的下路線來得很快 他這邊東山沒有閃現要被盯上了 又被抓 然後現在是胡野的一個配合 直接一個E技能拉到了小明的身邊 讓東山是無處可走 人頭A到小明 慢慢的靠過來了 看起來好像還是想接 不好接 打打看JAMINE出來 維克特也在路上 小明在前面先擋住一個綁式綁到 對方的一個賽特身上 但這裡阿姆大招也大到四人 一個爆炸射擊 準備要來擊殺小明 後續是小砲開始連續的跳躍 火星跳躍 看到對方的身上拿下了殺到CFO 這一波的晉級 準備要展開 KORALA的阿姆姆玩得非常自信 在裝備被打出差距之前還可以接受 這麼狠嗎 太狠了吧 CFO要注意一下意識的部分了 他們知道這個要爭域是個局 但是對面一直沒有在中路搶先 那會在哪裡 要判斷一下 肯定是在上半部 但這裡是抓到了KORALA KORALA被打出了半血 威威的一陣招呼 是直接逼出了木乃伊的詛咒 這裡一個爆炸 是敗到三人再拉到三人 一連串的one ball combo 在這裡RNG是建設了起來 搭配的是一個狙擊 這一波是直接全滅 算說REST是有換掉一顆人頭 但進入到了塔下也相當的危急 再搭配的是一個月之狙擊 把REST給直接勸退 小明的賽特有點太猛 不要再帥啦 好痛啊 這個真的是亞非六大絕建設的彈射 你說建設是那個彈過去的那個 不是那個建設是不是 這波REST被逼了一個閃現 然後現在想要反找一波中路的節奏 但是小明是跑得飛快 後面還有威沉著自己的暗影 直接逼出了東山的閃現 但小五從側面的一個夾擊 又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往前的暴雪 直接搭配的是小明的暴摔 後面的話有沒有機會 可以來換一個賽特的人頭 這時候是凱能的進場 但被永中墳地給定在原地 直接被秒殺 雖然說是擊殺掉了小明 但這一波是一個一換二的團戰 這波東山 在視野稍微缺乏一點情況下 往河道走 出現在不開走的位置 小龍是49秒出喔 對於CFO還有再放一條的空間嗎 小明又想拉 但進入到小兵群裡面 反而是Kowala勾了進去 把小明打到了半斜 他一個獸魂轟拳 Kowala利用驚人直接規避 Gala也炸了一發煙火 但最後的話 木乃伊直接哭了出來 原地倒下 而順開始連續的普點 但維爾哥又過來 盯上的是對方的一個Gemini Gemini的話 目前被留在了原地 趕緊往後走 但後面還有一個狂風 還有小五的側切 直接從後方的途徑 打著CFO是潰不成軍 再來這個巴龍 大概也要失手 這場比賽 果然就是不好夾啦 RNG的開戰 玩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威 不管是小虎 不管是小虎 在繞位置 在找視野盲區 在中路抓四輪能力 真的都非常非常好 大概也是需要兩到三個人 差不多要三個人才有機會抓到他 因為他又多出了一個吸魔劍 所以 在一打戰的情況下 他都有機會存活 運到REST 而且傷害好高啊 已經打了半斜 而且後面還有隔牆的一個急速拼刺 直接 動住了REST之後 在雷霆風暴之下 自己死去了 雖然說小炮是三件裝了 但這三件裝備 有沒有機會可以來撼動對方的前排 看起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點個半斜 然後跳走 已經焦掉了火箭跳躍 然後反射的話 威繼續的調皮 這裡想要敲人了 關鍵一棒出擊 閃現一大是大鬥的小明 在小明馬上爆了進去 是爆到中山面前 這邊先擊殺中的賽特 反射又是電了一個混沌風暴 CFO有沒有機會可以展開自己的反擊 但反射的話 嘎啦殺害非常的高 直接電了煙火爆炸 然後往前是被小胖給推走 但是一連串的破心斬 直接讓威爾哥可以收穫 人頭CFA直接被勸勸回到了溫泉 而且現在易綁是綁到了賤牌的身上 然後趕緊回到溫泉裡面 再見的是小五的一個進場 暴雪節節把CFO全部人都變成了冰塊 在溫泉前面還要不斷的吸吸 RNG是不給任何的機會 在兩座的門牙塔之前 29分鐘 20對6的殘忍戰績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一直在輸出 然後珠寶爆裂 我們要恭喜RNG 拿下了第二場勝利 馬上在CFO從第一波的小龍區的團戰失利之後 其實也有找到一波反打的機會 但是在第二個運勢者那邊 被小明找到一波完美的建設性的團戰 導致後續就比較難打回來了 對這場比賽的話其實在一開始的一個節奏 可能在前五分鐘吧 就CFO還沒有說真的到崩盤 但被小明找到了一波建設性的團戰 然後後續算勉勉強強 把經濟差距可能大概卡在了一千塊左右 不過在後續位置 第二波過來第一波可能還勉強扛得住啊 但第二波來真的挺不住 然後在後續 在劣勢的情況下 CFO打的就比較 有點鬆掉了 他們多次就比較鬆掉 包含幾次在中路 其實不太應該的 缺乏視野的壓中塔 那或者是在邊線的帶動上面 不斷的被對面找到機會 就比較可惜一點 這場比賽 選完這場之後我就說 就是不太好夾嘛 那實際上真的打起來之後 有一些這種可能是更55一點的團戰打輸了 這些都可以騎到 但是在後續的中後期處理 沒有那麼大 我也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可以玩得更好的